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韦畅 我们的饮食越来越多以塑料作为包装 但经常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弃而不用 这些塑料垃圾影响环境 更被冲到大海 有一对年轻夫妇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记者帕拉西奥的报道 马库斯·埃克森并不是在普渔 他是在大西洋中部 离岸超过1000公里的海洋中 收集塑料垃圾 埃里克森正在他的全球环保旅程中 记录塑料垃圾调查结果 他要公开海洋中 越来越多塑料垃圾的问题 这些是世界的五个超级的瓶子 所以世界上的最多的裙子 都会变成了 瓶子是由海洋流程 相互与地球的转移 地球的转移 安娜·卡明与他的丈夫 马库斯·埃里克森 是五大海洋环流研究所的 共同创办人 这个位于加州的非牟利组织 推广有关塑料污染海洋的研究 卡明说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 原来有机用可以使用很短时间的塑料产品 取代了重新使用的产品 以及自然材料产品 塑料袋或者塑料瓶可以使用的时间很短 用完之后本身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大部分都被掩埋到垃圾堆前居 又或者被扔到港湾河流中 很多这类废物更冲到大海 埃里克森与卡明用细眼拖网 在水面20厘米处打捞垃圾 他们收集到几百种垃圾样本 正被送到加州的实验室研究 有些大块塑料在海洋中 已经漂了很长时间 但很多都变成小块碎片 动物会意外地吃进小块塑料 或者喂给他们的后代 记者帕拉西奥的报道 在历史上铁匠制造马蹄铁以及其他工具 但是很多工作在一个世纪以前 就已经被新科技以及大量生产所取代 记者郡苏在华盛顿郊区发现 失传的铁匠工艺有机会复苏重现 科特维尔奇正在做一朵玫瑰 查理·佩尔蒂卡里正在制造一把开信刀 佩蒂卡里和维尔奇经常来这个位于 华盛顿郊野公园铁器工作室 他们是波多马克铁匠行业工会的会员 这个非牟利组织向下一代传授铁匠记忆 科特维尔奇是电脑软件工程师 他两年前加入了铁匠行业工会 这个工会在30年前成立时 只有20名铁匠 而目前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200人 大部分会员都是为了兴趣 但有些是艺术家 米高·布里斯金女士是铁匠工会的会长 其中一个铁匠工会是大西洋中部铁匠协会 他们刚在最近于马里兰州克尔多瓦镇 召开第八届周年聚会 项目包括由铁匠大师示范制作 吸引了150人参加 北美洲艺术铁匠协会会长皮尔·安德逊 是其中一名与会者 他说他领导的协会在全球各地拥有4000名会员 安德森说 虽然有些传统的工作还在做 但铁匠手艺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并非只为实用 在华盛顿的作坊 贝蒂卡里的开信刀已经快做好了 科特·维尔奇也正在为它的玫瑰做最后的加工 记者俊苏的报道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韦畅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